那些被岁月抛弃,被众人遗忘的老牌明星现已步入老年了,他们虽有波澜壮阔的前半生,但如今却都洗尽千华,沉下心来经营自己的家庭和事业。 大家好,这里是一支细戏里,今天为大家详细盘点一下七位老牌明星的近况和感情状况。 59岁台语草根天王陈雷出道超过30年,演唱过《欢喜就好》、《风针透》等歌曲传唱至今,每次一现身总会戴着招牌绅士帽,穿上成套西装,再加上一抹亲切的笑容,正能量的形象以及可爱的造型伸直人心。 去年10月,男星马国毕在吃饭时偶遇陈雷,顺利跟偶像一起合照,他私底下脱掉华丽服装的模样也引起许多网友热议。 陈雷被马国毕意外曝光,私底下亲民的模样,只见他穿着白色衬衫搭配黑裤,低调地穿搭跟舞台上表演时的服装形成反差萌。 平日出门也没有戴着招牌绅士帽,头发虽然剃得很短,很利落,但丝毫没有掉发或是秃头的问题,反而相当茂密,合照时会让起招牌笑容,动灵的模样获得许多粉丝大赞。 陈雷在防疫期间暖心做公益,关怀弱势老人及儿童族群,还顾及到了流浪动物,他更是把官司盼陪的45万全数捐出,希望透过自己的抛砖引玉,呼吁大家在关心疫情之余,也能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此外,陈雷最近的生活都围绕着家人,除了因为疫情多了家庭天伦乐,陈雷也常回彰化老家陪妈妈。 更是当起农夫跑去家里的农地下田种菜插秧,陈雷笑说自己种的菜是有机健康,而且自己自足,也常分送给亲朋好友。 2.沈春花 62岁的沈春花曾是中市吉巴大电视台的当家主播,拿过13座金钟奖,可惜节目因故结束,他接而转战网络和广播电台。 2018年3月,苹果在百货餐厅捕获野生的沈主播,他与结婚26年的老公胡振康吃上海菜,席间他不停讲电话,应是在商讨正事,老公则走出餐厅逛街等候,相当有耐心,似乎相当了解他行程忙碌,老夫老妻相处十分有默契。 对此,沈春花表示刚从美国回来,因两个小孩都在美国念书,让他跟老公面临小孩不在的空巢期。 沈春花说,所以我们之前去逛花市,有空也会逛街,重新相处,找到生活新火花。 沈春花2017年卸下主播身份后,曾主持网络直播节目《沈春花关键秀》,还首度尝试主持ICG音竹科广播节目《春风华语》聚焦台湾。 沈春花认为,媒体环境结构在改变,自己也要与时俱进,不会设限工作内容。 沈春花私下正努力当个浪漫的太太与平凡的妈妈,她与老公胡振康结婚三十年,被问到如何维系感情。 她曾说,进入婚姻又有小孩,不会想到保鲜,应该想如何让感情细水长流,执子执手鱼子偕老。 3.赖月谦 据台湾媒体报道,知名评论员赖月谦常常参与两岸节目,是东方卫视双城记节目的常客,深受两岸观众喜爱。 日前,因为她手上出现了一枚戒指,引发观众和网友的猜测与热议。 对此,赖月谦大方秀出戒指,证实确实有喜事,与另一半预计年底登记。 64岁的赖月谦在网络直播中证实有喜事,还大方秀出婚戒,但对于妻子是谁却仍然保密到家。 她笑说,对象说希望保密一下,所以就尊重,男人就是要以老婆为主,谢谢大家关心。 不过,准新娘8月26日突然大方承认,原来她就是中天新闻的知名女主播周玉琴。 52岁的周玉琴是中天新闻的新闻主播和主持人,主持政论节目多年,赖月谦常常是节目的做上宾。 如今,两人传出喜讯,让许多观众和网友都相当感动,祝福他们彼此互相陪伴,携手共进。 周玉琴也在直播上秀出自己的戒指,并且大撒,狗粮,在节目上公开赖月谦所做的爱心便当,网络直播立刻涌入万人表达祝福。 周玉琴还在节目上坦言,与赖月谦认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,慢慢从相识到相恋。 她更是对赖月谦赞不绝口,她是一个优点说不完的人,拥有许多耐心,更懂得包容付出。 4.郑静一 67岁资深艺人郑静一,创作过《家后》等经典歌曲。 有着大炮,性格的郑静一,枪辣作风曾得罪过不少人,她坦荡笑说,几乎全部得罪光,那时候我就是喜欢独剑闯江湖,我才不管,才懒得理你脸。 为何有如此转变? 郑静一洋溢着慈父般的笑容说,年纪大了,还有我生了个这么可爱的女儿,她很乖,很贴心又很好玩,有她,我人生就好像到另外一个层次境界去。 郑静一先前被爆料,交往过五百个女友,被称是多人运动十足,她笑说,我二十岁就交过五百个了,那我现在几岁了? 蛮多个是真的,但我都忘记了。 郑静一还常在路上被前女友相认,但她却怎样都想不起来对方是谁,郑静一对感情潇洒,直言,不放手怎么会有下一个? 有过二段婚姻的她,从不后悔做的任何决定,离婚是不好的,但没有离婚就没有我女儿,好在有离婚,有什么好反悔的。 谈到这几年的生活,郑静一透露自己先少在创作,自认已经过了四,五十岁的黄金期,写了也觉得江郎才尽,回头看自己的人生,郑静一觉得无憾了。 五,蔡咪咪 六十五岁资深女星蔡咪咪,在演艺事业飞速发展的二十三岁,选择嫁给王家二代王令林,至今已走过四十多个年头。 蔡咪咪当年嫁入王家后,并没有如外界所盛传的那样,过上豪门少奶奶的生活,而是在豪门的庞大压力下一路苦撑,为了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。 蔡咪咪除了要打理家务外,还要到王家企业从小职员做起,每天打卡上下班,领着一万多块的死薪水。 不仅如此,蔡咪咪还因生下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儿,所以一直努力想给王家生个儿子,面临着不小的传宗接代的压力。 为此,他甚至去做了试管受孕,但怎料,好不容易怀上了一对龙凤胎,最终还是留不住,更导致后续无法受孕。 而王令林在这段期间又多次传出对感情不忠的负面新闻,种种的压力令蔡咪咪感到身心俱疲。 但更痛苦的还在后头,2007年时,王令林因为吏霸丑闻案爆发,遭到检方约谈并被生压一事,压垮了蔡咪咪对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。 她带着三个女儿远飞美国,选择加入佛教密宗,从此潜心修佛。 蔡咪咪更决定彻底了结两人的婚姻,跨扬向台北地方法院诉请离婚,全案在台北地院多次调解魏国,最后法官已双方均无维持婚姻意愿,婚姻破绽男妻回复,判准两人离婚。 6.王童 前段时间,男星艾成坠楼身亡,35岁的妻子王童早早丧夫,悲痛不已,很多天她都食不下咽,尽管如此,她还是强撑着身体处理老公的身后事。 葬礼上的悼念会全程以音乐的形式举办,前去悼念的好友们轮番上台唱歌悼念她。 王童当天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,能看出她的气色与状态都很差。 此次悼念会是以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的,让很多无法到场的粉丝们可以以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悼念。 王童与艾成没来得及拍婚纱照,如今艾成离开了,好友们为了弥补他们二人的遗憾,送上了一幅画,画里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婚纱照。 看到婚纱照的王童,情绪很激动,这是她内心深处最痛苦的点。 不顾自身形象的王童当场痛哭,过了很久后,她才缓过神。 艾成与王童虽然很早就登记了结婚,但这期间他们二人都忙于工作,也因为环境的影响,二人一直没有举办成婚礼,所以一直拖着。 终于等到双方都闲下来了,便决定在下个月十号举办。 其实,在准备婚礼前,艾成早就为妻子准备好了婚纱,包括他们二人去度蜜月的衣服也都准备好了,就等那天的到来。 他们一直没有拍婚纱照,也是为了要认真准备一番,记录二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 在悼念会上,王童穿着艾成为她准备的度蜜月的衣服,还表示在现场与艾成举办婚礼,众人看后都唏嘘不已,王童在悼念会现场抱着婚纱痛苦流涕。 7.杨宗献 杨宗献是影视大亨杨登奎的儿子,杨登奎2012年病逝,对他打击甚大,当时小婉陪在他身边, 后来他担任电影《大尾卢蛮》,监制,也带着小婉出席庆宫宴,当时就透露两人有结婚计划,之后在爸爸百日前登记结婚,还到墾丁办婚礼,但过程十分低调。 小婉2014年怀孕,当时杨宗献只透过经纪人陈秀卿证实喜讯,第一时间到王富林前报喜。 身高174公分的杨宗献婚姻如意,心宽体盘下,体重从70公斤一路飙升到77公斤,还提醒记者不要写他的尾鱼读。 杨宗献说,因为性的关系,女儿小名叫杨乐多,九个半月大,算是乖巧的婴儿,夫妻俩亲力亲为,没有请人帮忙。 杨宗献与谢金燕曾有过一段情,面对被指指为谢金燕儿子生父,杨宗献曾极力否认。 谢金燕儿子的生父究竟是谁?谢金燕一直绝口不提,诸葛亮前助理戴先生亲口表示, 小燕孩子的爸爸是杨宗献,百分之百,这是我们当时就知道的,这不是小燕亲口跟我说的,是谢顺福跟我讲的。 在2009年,谢金燕被报为婚生子时,外界就直指和她有过一段情的杨宗献为小孩生父, 而当时杨宗献坚称孩子不是她的,确定不是,并对外界一直将谢金燕儿子的生父设定,使她感到相当无奈。 繁华落尽时,他们何去何从了? 他们退去了年轻时的轻狂,努力热爱着生活,这样的心态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,最后也祝福他们幸福,能够寻找到真正的自我,看到生命的本质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,大家有什么意见,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,别忘了点赞分享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